聚集的應用,那我們要錄製聚集之前 因為林興博成績、賴岳翰成績、張宇文成績的平均要算在這裡 我們要取三個成績的其中兩個最高分來做平均 那在錄製的時候,就必須使用這個相對位置來錄製 所以呢,來點在這個位置喔,林興博這個地方 接下來開始點選,錄製聚集 名稱請你給他 理論上應該給他一個名稱啦 那接下來給他一個快速鍵,譬如說Ctrl Q 按確定,這時候你所做的動作都會被記錄下來 在資料標籤,我現在點選這三個成績由小到大 依照目前的範圍來做排序 接下來點在這一格,去做常用的平均去抓 後面這兩個最高分成績,按Enter 好,我再改個顏色 那麼聚集我就錄完了 再放大一點,第四個動作變大 接下來告訴開發人選項說,我已經錄完了 來 檢查一下我們快速鍵 在聚集的地方可以看平均的地方 在選項的地方可以查看 Ctrl Q可以執行這個指令 OK,了解 那點這裡按Ctrl Q Ctrl Q Ctrl Q 所以看一下喔 等一下會由小到大排序 然後平均喔 Ctrl Q 848785 看這裡,由小到大 Ctrl Q 7584897 Ctrl Q Ctrl Q 所以把這資料排序完 抓兩個最高分來做平均 Ctrl Q 就完成了這個聚集的一個工作